那我现在就赶快来开始我的课程 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题目是数据科学概论 它虽然是一个概论性质的课程 但它应该是要让大家从做中学学中才能够应用到自己手上的资料 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软体是以Table为例做说明 另外现在在坊间BI类的软体有Table跟Power BI 当然还有非常昂贵的例如说SAS 那如果说以不用钱来说 当然是微软公司的Power BI是免费 那Table的话它是付费版 好那因为我们有15个小时的时间 对不起14个小时的时间要来谈数据科学这件事情 所以稍后我再按照就是我的课纲 让各位了解我们大概要学一些什么内容 我姓孙在哪里的在太阳的羊 这是我的范例讲义放置的位置 但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我只希望说给现在我听我课程的学员 来使用这些范例跟讲义 所以我都有加了密码 做完的今天做完的内容 我会把它做成成品 放在一样是讲义 也就是这个里面 所以其实这里面包含了范例讲义以及成品 这是我的电子邮件 WeChat、WeChat、Line、ID 欢迎大家可以跟我再产生一些 等于说一对一的互动 当然我本身有很多年的电脑教授经验 应该快30年整整了 然后有30多张的电脑国内国际证照 还有写过50多本书 然后我发表的YouTube上面的影片 也超过3000部 所谓一部的话 当然之前我是有把它剪成 例如说3到5分钟一部 但后来不剪了 因为没有那么多时间了 我就可能就是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一步 所以那个教学量应该是非常多 所以如果说您对于想对于Table有更多的认识 我们今天是以通讯数据为例 如果您对于健康的数据是有兴趣 我有好多像 教癌症 用以Table为例 然后以那个登革热 或者是一些那个脑中风 还有学校的校务资料 天气资料 环保资料 您都可以去再学习 好 那这些影片全部放在YouTube上面 你都可以找得到 只要您搜寻我的姓名 好 好